那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師父可不可以講一些比較 淺顯的東西 佛法的修行次第 然後如果碰到所有的因緣或所有的障礙 我怎麼去面對它 我怎麼去轉化它 讓我自己更能往前走 這是看法 比如說我這是我的業障啊 或我這什麼東西 我怎麼碰到這事情 我怎麼轉 這才是一個過程 謝謝 他給我一個最簡單 但那個最難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想把佛法講得來生活吧 但事實上很難 但是如果說一對一 那就變得很簡單 就是說你願意把你的問題慢慢談清楚 我是一個客觀的人 我可以幫你找到答案 我們為什麼找不到答案 我們就在漩渦裡面打轉 怎麼樣 跟那個晚上睡不著覺一樣 你說用什麼方法讓他睡得著覺 用什麼方法都會讓他更睡不著覺 因為他就想要睡覺了 想要睡覺那個動機很強 但是那個身心都沒有準備好要睡 他還是不斷的想 身體還想動 那怎麼睡不可能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什麼叫相應呢 剛剛為什麼要提到深口意的合一 你要休息 那呼吸就要調得很勻 那很鬆 慢慢的他不會妄動不會躁動 你自然就躺平了 就睡著了 就柔軟掉了 就沒氣了 那種煤氣是休息的煤氣 不是真正的煤氣 所以修行這個東西 就是我現在在這一個問題點上 碰到問題了 我很想突破 我突不破 這時候你最快的方式 就承認 現在不是處理他的好時機 暫時放下 就這樣而已 不是我不處理 我現在真的沒辦法處理 那你就放下 就好像說有一個人打電話來 要約你去什麼地方 那你現在真的分不了身 很簡單 就跟他講理由 我真的不能去就好了 那我要處理這件事情 我告訴自己 我真的不能 現在沒辦法做 你放下 所以提不起 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下 等你有比較有力量 就因緣比較具足的時候 再把它提起來 搞不好那時候 怎麼這麼輕啊 因為這時候你有力量 我們會起煩惱 都是在不對的時機 不對的條件裡面想做 就會起煩惱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對外的因緣不夠透徹 對內的觀察不夠清楚 就對自己認知不夠 對那件事情的認知也不夠 當然就會起煩惱 那要沒有煩惱就是說 我能做 能做的是一回事喔 是不是該做的時間 所以那個佛法裡面 常常在講那個對機對機 那不是只是對根器 機就是準確的時間 這個是最難的 我 我們還可以打一個比喻 我這一段文章 已經背得很熟 如果明天考 一定可以完全默寫 但一個月以後考了 那就不見得了 所以那個機 那個機是機不可施 所以一個人的智慧 就叫絕照 絕照就看到那個 不僅僅事情 還看到那件事情 最恰當的時間 這個不簡單 這個不簡單 所以有時候我們練好功夫 但是你能不能在恰當的時間 出招 這個就要更高的絕照力 還有更高的自在力 你想出拳 就能出拳 才能夠打擊到要害 但是你錢很有力量 你打出去都打到虛空 有什麼用 所以這個修行是 每一個當下的高度的絕照 那絕照是來自於 不緊張的明知 就你不要緊張 不要有壓力 不要有企圖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 真正把你的實力 給展現出來 我們常常打比例就是說 我很會跑 那最快的就是 你盡你的力去跑 但是如果起一個念頭 我想跑得更快 那完蛋了 我怕被別人追過 你也完蛋了 你都不能夠保持 你本來有的實力 所以其實從另外一個講法 那弄絕經裡面的講法 就是不爭不撿 過與不及都不對 那什麼叫做真正的認知自己 隨時做內觀 所以修行啊 最高的境界 而且是最基本的功夫 就是你已經慢慢養成 往裡面看的習慣 不管外面怎麼樣 我往裡面看的時候 不會失去對外面的絕照 但是你對裡面也清楚 那我們一般都會往 譬如說 在對答 在對答 我很在意它出什麼招 當然你要知道它出什麼招 但事實上 你更要有一個 我對我的身體的掌控是清清楚楚的 它來我要躲就躲 我要出去就出去 所以你如果忘了自我介紹 你即使對外面清楚的 使不上力 所以這個也就是修行的重點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太重視形象 太對外 你一定要慢慢訓練好 隨時心都收在你裡面 修行不是去追求外面的什麼境界 而是看裡面有什麼境界 所以到最後是內觀 修行 不管我是覺得即使打泰拳 不管練什麼 到最後其實就融在 你當下深口意的一種 我們可以講 它是一個好像在那邊跳舞的感覺 深口意完全融在裡面 在享受那一份深口意的合一 那是最高的境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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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